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怎么样呗?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一起读经的时间咯 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历代至上 第八章,开始咯 辩雅敏的长子比拉 赤子雅识别 三子雅哈拉 四子挪哈 五子拉法 比拉的儿子是雅大 基拉 雅比乎 雅比书 乃曼 雅和雅 基拉 是福迅 忽兰 以乎的儿子做加巴居民的组长 被掳到马拿霞 以乎的儿子乃曼 雅西雅 基拉也被掳去 基拉生乌萨 雅西乎 沙哈连修他二七户生 汉巴拉之后 在摩亚地生了儿子 他与七赫德同房 生了约巴 西比亚 米莎 马拉干 耶乌斯 沙迦 米玛 他这些儿子都是组长 他的七户生给他生的儿子有 雅比图 以利巴利 以利巴利的儿子是西伯 米山 沙迈 沙迈 建立阿罗和罗德二臣与其尊庄 又由比利亚和士马士雅雅 亚伦居民的族长 是驱逐加特人的 雅西约 莎莎 耶利莫 西巴蒂亚 雅拉德 雅德 米迦勒 伊斯巴 约哈 都是比利亚的儿子 西巴蒂亚 米苏兰 西西基 西伯 伊斯米来 伊斯利亚 约巴 都是以利巴利的儿子 雅金 西基利 沙迪 以利乃 喜乐泰 以列 雅大 比拉雅 申拉 都是世美的儿子 以士班 西伯 以列 亚伯 西基利 亚伯 哈南 哈拿尼亚 以兰 安陀提亚 伊弗迪亚 比努 伊勒 都是 莎莎的儿子 三世来 世哈利 亚他利亚 亚利西 以利亚 西基利 都是耶罗汉的儿子 这些人都是著名的族长 住在耶路撒冷 在基便住的有基便的父亲耶利 他的亲民叫马加 他长子是亚伯顿 他又生苏尔 基士 巴利 拿达 基多 雅西 约 撒加 米基罗 米基罗生 这些人和他们的弟兄在耶路撒冷对面居住 尼尔生基士 基士生扫罗 扫罗生 约拿丹 麦基书 雅 雅比拿达 伊斯 巴利 约拿丹的儿子是米利巴利 米利巴利生米迦 米迦的儿子是皮顿 米勒 米勒 塔利亚 雅哈斯 雅哈斯 雅哈斯生耶和阿达 耶和阿达生雅拉米 雅斯玛威 心里 心里生摩沙 摩沙生比尼亚 比尼亚的儿子是拉法 拉法的儿子是以利亚撒 以利亚撒的儿子是雅西 雅西有六个儿子 他们的名字是雅斯利干 波基路 以什玛利是雅利亚 尔巴迪亚 哈兰 这都是雅西的儿子 雅西兄弟以色的长子是乌兰 四子耶乌斯 三子是以利法列 乌兰的儿子都是大能的勇士 是弓箭手 他们有许多的子孙 共150名都是便衙米人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次也要记得和我们一起读经哦 拜拜